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密局特工在西区川区园饭店门口 发现三名可疑共党分子 上前抓捕遭居 这报纸到处都派发了 估计这会儿杨少诚也看见了 赵义啊 这件事上我多多少少还是看了你一点面子 就凭你哥通共这一条 我就可以杀他十回八回 特伯伟 在党国利益面前 我杨少译六亲不认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六亲不认 国难党国 没有青星只有党国利益 这才是军人的职责 他郑汉长和杨少诚要是失去的话 往后咱们就各干各的事 他们要是不失去 非要跟我对着干 谁让我不舒服 我就让他这辈子都不舒服 对不起 你们不能带枪进去 什么 特派员请郑司令吃饭 想跟他谈点私事 你们来这么多人也做不下 除了郑司令 其他人都不许进 去你们啊 跟我走 太子 贵儿子 明明是请老子来吃饭的 还派兵在门口拦着 这饭老子不吃了 郑司令 怎么来了又要走啊 特派员 他在那么多教委里 混账 知道我请的是什么贵客吗 驻军郑汉长司令 哎呀 司令 是我手下不懂事 多见谅了 既然您带的人都要进去 那就请吧 就是里面 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劳烦大家 只能站着了 啊 陈特派员 我不是来吃饭的 我是要听你个说法 你让一二八师 占了我的黄土岭高地 到底什么意思 一二八师是收国防部的指派 协助司令加强主防 你不乐意啊 这可是蒋总裁的意思 蒋总裁 可是 是 好了 司令 就算看在党国的份上 不要再抱怨 我今天请司令来 可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和司令您私底下商量一下 进去收 请 陈特派员 什么事啊 我还在等一位贵客来 您先进去坐 一会儿就知道了 请吧 司令 好 好 这还等谁呢 司令 陈建峰把咱们谅着 这算哪回事 这个鬼儿子 又在搞什么名堂 他还没出门 估计不会出来了 我已经警告过他了 朕要是那么不失去 只能坚决处置 少议 主委员 坚决处置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报告 报告 杨守三已经出门了 确定吗 是的 应该没事了 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Cold Market 胡 完 警 人 真特别严 你到底是哪路神仙哪 弄得神经兮兮的 快请出来吧 他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你要见到他 一准高兴 我现在见到谁我都不高兴 司令啊 我知道 你有情绪 但你我 都是吃党国的饭 传党国的义 自然要替蒋总裁 多多分忧 董事 赵司令 要不着承诺啊 对不起 司令 只能请你再多等会儿了 不好意思 马上去把山会的料付回程 给我借过来 是老子是马 现在都只能靠他了 是 所以 带上你的人 给我守在杨府的门口 看到杨少臣 不用啰嗦 乱枪立刻给我打死 是 头发员 头发员 杨少臣 你终于来了 我可一直都站在这儿 恭候你的大家 明白 我要再不来 恐怕今晚上我就过不去了 我只能说 我真不想和你闹到那份上 好话 坏话 我都跟你说尽了 好了 既然你来了 咱们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理解就好 请吧 不太像吃饭 像审讯 好了 散了 别让杨会长 不自在 没什么不自在的 行 不自在 都是老朋友了 不用我介绍了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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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柳 你身后站这么多兵 你吃饭有胃口吗 太吓人了 先出去吧 是 走 先把舌头打湿 细餐是有程序的 慢慢来啊 什么程序啊 嗯 我觉得这吸酒挺好喝的 来 四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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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请二位来 谁有事 要拜托二位 我们先干为敬 四磊 今天请你来 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和你商量 这工军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这地方 一马平准 无险可守 国防部的意思 是想请司令你出征 怎么了 怎么了 出征 去哪儿了 国防部要司令 带兵到封凰岭一带布置防线 同皇头领的一二八十 互为计较 共同预敌于市区之外 让我去封凰岭 抵抗共军 一二八十在我后边躲着 是不是 这是什么话 司令你要是蹲在市区不动 不也在他一二八十的背后躲着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 互为计较 共同余地 我不去 你们让一二八十 协助我 不防 这我就不说什么 我连黄土领都让给你们了 你现在又来打我的主意 这是蒋总裁的抑制 国防部的命令 司令你想违抗国防部的命令吗 你别拿国防部的瞎唬我 你瞎唬谁呢 又是国防部又是家伙演唱的 你们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喝酒吃饭呢 说话声音那么高 喝酒啊 少诚别喝醉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嘛 喝酒 别说那些没用的 先喝酒 屁了你 别喝醉了少诚 司令 我就跟你说实话 我们要在这儿 阻止对共军最后的决战 胜败再次一举 现在是党国危难的时候 我奉献你一举 不要再打小算盘 这也是绝不允许的 这个我知道 关键是你不知道 我的那些部队呀 是打不了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你的部队为什么打不了仗 国防部 已经一年没跟我们军想了 现在弄得我人心惶惶 我跟你说 现在我那手下的兵 就有开小差的 我要真是把他们拉出去 那都得跑个一干二净 司令 你这个说的过于严重了吧 他不是严重 当着你的面 我是真人不说假话 就说黄图领我那一个连吧 那枪还没响呢 他们就投靠一二八十了 这要是共军打进来 那他们不还拿着枪 全投靠共产党啊 那边国防部不给我播军饷 这边你还逼着让我去打仗 我说陈大特派员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 司令 别着急 我怎么不着急啊 司令你的苦处 我是可以理解的 好酒 好什么酒 少长 今天当着司令的面 嗯 也说句话 司令要出兵了 你们上回 能不能出钱啊 什么 什么钱 今天晚上 这军饷的事 咱们当着司令的面 把话说清楚了 要是不说清楚 今儿晚上谁都没想走 没要走啊 我来喝酒了 我没要走 谁要走了 陈建峰 你不对啊 你请我们来 吃饭喝酒 你到现在 没喝呀 我一个人我 我都差不多我喝了 你 你喝酒喝完酒 你再谈正经事 我喝酒 你喝酒 你会喝酒 知道我闹酒 给我喝酒 都说什么了 你不记得了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什么都好说 好说 对啊 好说是什么意思 好说就是行嘛 杨会长说行 这钱就不是问题 听他瞎说 你没看他都喝多了吗 你别胡说八道啊 杨会长 我欠你钱 什么事叫我钱啊 我欠你 三十万大呀 有的事 什么没有的事啊 我 我一直都没给你呢 现在 有人替你要 特派员 官比你大 我得给他这面子 对不对 行了 杨二成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行了 我都听明白了 杨会长说了 他欠司令三十万打押 也就是说杨会长 愿意拿出这笔钱来 给司令你发军响 那司令应该出兵了吧 他那是喝多了 胡说八道的 他那是喝多了 少诚 你们商会拿出这笔钱 应该不是个问题吧 应该不是个问题吧 不是问题 不拿你的杀我 对不对 少诚啊 你现在可是我们的财神爷 我怎么会杀你呢 多久才能拿出这笔钱啊 那这我得想想 我想想 一星期行不行 再晚不行了 最多只能一星期 这几天 三天 少诚 你说的是三天吗 司令 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东元 一周之内出兵 你没看他喝多了 他那是唬咱们俩呢 这你看不明白啊 他哄你 我会哄你吗 杨诚 你别在这儿趴着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三天 会长 李章可就答应给人家三十万 没这事吧 这不是真的吧 这不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吗 真的 真有这事 人家一开口就要三十万 那什么来头啊 我一时也打不了反口 但是你们招什么急啊 我也没说现在要你们掏钱 对不对 别着急 会长 我们理解你的难处 是人家逼你逼得急 但无论如何 你得替我们扛住 那个什么特化员 现在让我们给郑司令捐金下 这不是钱的问题 说句不好听的话 是出钱支持打内战 共产党马上就来了 到时候能饶得了我们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给我们说句话 给我们交个底 你不会真的让我们掏钱吧 对啊 对啊 你不会让我们真的掏钱吧 我知道了 喂 后面那位 怎么看着那么面善啊 是龙副官吧 我没看错吧 杨会长 是我 你怎么弄得跟个特务似的 我还以为是陈建峰派来的呢 吓了我一跳 杨会长 你就饶了我吧 司令让我来 咱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急着要那三十万 对不对 不不不不 反了 司令的意思是 你现在千万别把这钱拿出来 不是时候 怎么了 怎么又不要了 这不能要 这是雷啊 杨会长 你不能让司令这时候去采雷啊 郑司令 不想出兵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去了也是送死 说难听点 你这钱啊 我们是有命拿没命花 千万别这个时候给我们 行 我知道了 别啊 你得给个准信啊 这司令昨天晚上回去之后啊 到现在都寝室难安 他不知道你昨天晚上 说的那是真话还是假话 你说三天就拿出钱来 是糊弄陈建峰的吧 陈建峰现在什么架势 我敢糊弄他吗 那你说的是真的 这 我这个 好了 我知道了 喂 少庭啊 你这儿 陈特拜员啊 谢谢关心 昨天晚上我是喝多了 盛情难缺 没事就好了 我是担心你喝多了 陈特拜员 还有别的事吧 少庄 昨天晚上 咱们在饭桌上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什么事啊 你说三天之内给政司令筹三十万军响 三天的时间是不是太紧了 我说的是三天吗 你当然说了 我说给你一周的时间 你跟我说不用 然后就给我竖起了三根手指头 你都忘了 那可能就是三天 不过今天不才是第一天吗 着什么急啊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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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 他认账了 他心里很清楚 他要是不这么做 他是躲不过去的 但你的人还是不能放松 给我盯紧了 有情况就随时向我汇报 是 想去 少春哥 怎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诚哥 小诚哥 木兰 你刚才在门口有没有看见 看见一个女的 女的 女的天天有啊 怎么了 你不会是看见一个女特务吧 不是 我是好像 看见叶没了 我认为 杨绍成不会听任陈建峰的摆布 他在玩它呢 这个杨绍成也是个大滑头 四年前他偷了老子的军火 卖给共产党了 我差一点要了他的小命 过后他给我打了个欠条 说三年还钱 现在他妈四年都过去了 我一个字都没看着 这些年 只要我一跟他提欠钱的事 他就跟我捉迷藏 妈 昨天晚上不该提钱这个事啊 可他倒主动要求还钱 这个鬼儿子 他要是顶不住 咱们就没退路了 我让秦务兵拿饭来 您多少吃一点 大小姐 你回来了 舅舅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这时候 这时候 不该回来吗 我都把你舅妈送到香港去了 咱们这个地儿 要打仗了 我都把你舅妈做个小事 把你舅妈做个小事 你永远的女人 真的不敢说 我还能做个小事 我还是要不要 你真的把你拥干过 你 尽管我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没 真的是你 是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昨天我在川区院门口看见你了 是路过 你在躲着我吗 没有 看见了就打开我 看不见就算了 只是路过 天哪 因为 我知道 当年 你跟陈建峰的似 原因不在你 我错了 对不起 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这思念 我很想念你 你可恨我吗 我这次回来 又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以后见面还是朋友 我要上班吧 你去哪儿上班 欢迎你回来 叶梅 终于能见到你了 欢迎你归队 在这儿最困难的时候啊 由新的同志加入我们的队伍 那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舞 我们热烈欢迎叶梅回来 待会儿 我和李站长请你吃饭 不用了 谢谢 特白云 欢迎你回来 叶梅 特白云 有点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好 那你先吧 叶梅 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想我吗 想 谢谢你们来看我 我刚接的报告 杨绍成今天在夜魂门前见了叶梅 俩人闹得很不愉快 叶梅先走了 杨绍成待了一会儿 也跑了 现在不知去向 不知去向 他把我的人给甩了 想吃 我们在下面作事的人 现在是人人自危 都想着怎么找退路 你待在美国等好了 我想出去都没机会了 现在 顾军区要打来 就你们了 还往这火砍一跳 别胡说 你是不是和那边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 就是共军那边 别胡说 我爸爸是军阀 我舅舅也是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也是 我对你 叶梅 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行吗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等等 我们现在去当一般朋友吧 相信我 快离开这儿 我不会离开的 这是我的工作 这个时候你还在替陈建峰卖命吗 我没替任何人卖命 我是军人 我得服从命令 走 叶梅 这次陈建峰回来 就是鼓动你舅舅打内战的 你应该明白 同时你也应该清楚 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 你这个时候回来工作 非常不明智 非常愚蠢 陈特派员 这个人在散布谣言 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我再说 杨会长现在是我的大爷 我怎么敢抓他呢 杨会长 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没有 不还差着一天呢吗 你快着点啊 这白帮帮把那舅舅员牌子给摘了 这这不是要拆房吗 这 谁让你把舅舅员的牌子拿下来的 天木兰 这个事我不应该跟你说吧 杨绍成呢 不在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干活去 快去 我看今天谁敢动这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哪该拆的就去拆 工钱不想挣了 快去 今天谁敢动这一下 我就对谁不客气 天木兰 川剧园的牌子 我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酒楼我是要订了 你现在怎么回事啊 还真变成一个泼妇了 难道 你想做杨家少奶奶 莫非这杨绍成把你娶了不成 你真是个贱人 你现在敢动手打我 你应该知道 我小白玉是不允许别人欺负我的 我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你要是再打我一个女士 贱祸 我看见他谁敢动这 杨绍成 你看这天木兰欺负我 你不管是不是 你这个缩头乌龟 杨绍成 你看这天木兰欺负我 您不管是不是 你这个缩头乌龟 小白雲 这是川局员的放弃底气 拿着 川局员从现在开始 还给你 这本该就是你的 你要是 这是不可能 木兰 收拾东西 我们搬走 少臣哥 收拾东西 少臣 我这次回来 本来只想来看看 看看川局 我本意没想把他要回来 可是田木兰他不让我紧 连你都不让我紧 把我逼齐了我才 小白玉 你天生是做生意的料 好好经营这儿 你后的日子 别指望别人 指望你自己 好 你既然给我我要 那些伙计别赶他们走 给我留下来 我对川局也有感情 我会把他经营好 你放心 不会让你失望 这什么呀 大灵 我要开店了 杨少臣把川局员还给我了 他把川局员还给你了 大灵 我要开店了 杨少臣把川局员还给我了 他把川局员还给你了 他要回川局员 差点跟田木兰打起来 改天 我就把这个牌子给换上去 往后啊 你做官 我开店 要开店 再开店 看看 呢 咱们 你怎么不想到 这边 又想到 现在 我还要 我意思是 我来 你快急死了 乌兰 我心里难受 双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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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梅 你终于回来了 这都快中午了 她还不去商会筹集 她是在耍我们 我们还等吗 你让那个商会的廖副会长 把商会所有的人 都叫气去开会 就说杨少诚有话要跟她们说 记住 商会所有的人 她不想唱这出戏 那我只能逼着让她唱下去了 少诚哥 少诚哥 醒醒啊 少诚哥 商会的人来电话 说商会的人都到齐了 就等着你去说话呢 打电话的说 是你召集大家伙开会的 问你怎么还没去 都等着呢 少诚哥 我估计 是陈建峰把大家伙召集起来的 要你啊 去跟他们要钱呢 少诚哥 你醒醒啊 陈建峰要钱 就给呗 你给他钱啊 对啊 木兰 给我倒杯茶 我醒醒酒 你给他钱啊